德国作家帕·俱斯金德的小说《香水》 他的副标题是《一个谋杀饭的故事》 有人说,幸福是灵魂的香水 而巴蒂斯特·格雷诺耶则认为 生命的灵魂就是人类的香味 格雷诺耶是《香水》这本小说的主人公 他是作者帕特里克·俱斯金德笔下 七位王国里的一位怪姐 同时,他也是一个谋杀犯 帕特里克·俱斯金德 于1949年出生在德国 巴伐利亚州施塔恩贝格湖畔的阿姆巴赫 他曾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 和法国埃克斯昂的普罗旺斯大学 攻读中世纪史和近代史 之后,他靠写作电影分镜头剧本维持生活 他的首部剧本《低音提琴》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 并在各国剧院纷纷上演 同时也为他在文坛上赢得了声誉 而《香水》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他完成于1984年 出版后便轰动了德语文坛 并且成为了德国严肃文学中的 十本最佳畅销书之一 而帕特里克·俱斯金德 也因此成为了德语文坛上的一颗星星 小说《香水》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 主人公巴蒂斯特·格雷诺耶 出生在巴黎一个最臭的鱼室上 他天生没有体味 但嗅觉却异常灵敏 六岁起 他便能通过嗅觉识别世上的一切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 他没有生活上的任何欲望 他唯一的追求 就是掌握生产香水的技术 使自己成为香水之王 获得人们的狂爱 作者帕特里克·俱斯金德 通过小说主人公格雷诺耶 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极端残酷性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和竞争关系 同时 他还借古玉京 讽刺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剥削阶级 及其代表人物 格雷诺耶的一生 可以说是具有传奇性的 他的鼻子特别灵敏 但他却仇视人类 并且想通过制作一种香水 来征服人类 然而 终究是自食其果 现实中 二十世纪的德国领袖 阿道夫希特勒 有着一张大嘴 他不吸烟 吃素食 过着斯巴达式的苦修生活 而他也同样仇视人类 想要征服人类 但最终 则以失败告终 世人评价希特勒 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 在他掌权期间 实行了历史上 无与伦比的种族灭绝政策 他非常憎恨犹太人 并以杀掉世界上 每一个犹太人为目标 因此 他建造了庞大的毒气集中营 在他所征服的每一块土地上 无辜的男女老幼均被捆绑起来 装上触车 投进毒气室 活活毒死 希特勒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是极端负面的 他使大约三千五百万人 丧失了性命 即便是从德国自身的角度去看 他虽然曾给民众 带来过难以言表的激情与狂躁 但最终 却是招致了毁灭性的打击 使德国这个很早就步入工业化的国家 在二战结束的时候 变成了一片废墟 同样 二十世纪的俄国 也有一个最富盛名的领袖 约瑟夫·维萨里诺奥维奇·斯大林 他是俄国历任最高领导人中 最有名的暴君 因为在他执政期间 他通过政治大整肃 以及设立古拉格集中营 最终导致了约两千万人的死亡 而古拉格集中营的残忍程度 是我们远不能想象的 直到1956年 斯大林倒台后 古拉格集中营的体系 才彻底结束 但他留在世界上的罪证 却是永远都不能磨灭的 如果说 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 是为了虐待犹太人 那么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 则是为了迫害俄国自己的民众 而小说故事中的天才怪节 格雷诺耶所创造的终极香水 是由26个少女的身体和发肤 提炼而成的 它是世上最纯 最美 最善的组合 但制成它的道路 却是一条漫长的血路 所以小说香水问世后 德国文学教皇 马塞尔·赖西·拉尼茨基 在1985年3月2日的 法兰克福总汇报上 发表文章 称赞帕特里克·居斯金德 是一位善于叙述的 当代小说家 同时 明镜周刊编辑 米夏埃尔·菲舍尔 也在1985年第十七的 周刊上发表文章 称赞香水是一部立作 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 小说的故事充满了幻想 与令人惊讶的情节 在具有童话色彩的同时 又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但似乎 它又弥漫着别有异味的气息 那么 作者到底想要和我们 讲述些什么呢 而这 究竟又是一个 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正式开始解读 《香水》这部小说 我们知道《香水》 是帕特里克·居斯金德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 并且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与同时代的德国作家相比 居斯金德文学创作的产量并不高 而且 作品的篇幅也不大 但它奇特的想象力 总是让故事充满了耐人寻味的情节 和深刻的寓意 小说《香水》 就是通过主人公的境遇 尖刻地暗示了 对现实世界的腐烂 奢靡 肮脏和丑陋的鞭挞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说《香水》吧 18世纪的法国巴黎市内 有一个奇臭无比的地方 它是位于铁器大街 和铁厂大街之间的圣鹰公墓 在约800年左右的时间里 每天都会有装着 数十具尸体的手推车来到这里 然后将车上的尸体 倒在这长长的坑里 使得这里的尸骨堆得一层又一层 直到法国革命前夕 几个埋尸坑危险地坍塌以后 从公墓里溢出来的臭气 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抗议 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暴动 因此 政府只好将这里的千百万块尸骨 和头盖骨铲了出来 运到蒙马特尔的地下墓地里 而这个地方 则被改建成了一个食品交易市场 但无论怎么改 这里始终是整个国家最臭的地方 我们的主人公巴蒂斯特·格雷诺耶 便出生在这里 格雷诺耶的母亲 是在食品市场的一个鱼摊里 从事宰鱼工作的 25岁的他已经生下了四个死胎 且每一次的分娩 都是在鱼摊旁完成的 每一次 他都会将生下来的那团血淋淋的肉 与鱼肚肠堆放在一起 然后一起被铲上手推车 运往公墓 或是倒进河里 而此刻 他的第五胎 即将要分娩 分娩的阵痛 让他蹲到了载鱼台下 他的手上 拿着用来割去孩子 期待的载鱼刀 天气的炎热 和鱼肚肠堆里 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 使他在分娩结束后 晕了过去 并且从载鱼台下 跌到了路中央 直直地躺在那里 人们呼喊着 奔跑着 围观的人站成了圈 警察也来了 可就在这时 载鱼台下 那个刚刚出生的新生儿 出乎意料地哭了起来 于是 人们将婴儿 从一堆鱼肚肠 和砍下的鱼头中 拖了出来 他的母亲在警察的追问下 供认了自己曾多次 将新生儿撂在载鱼台下后 任其死去 于是 他被判了死刑 婴儿被送到了 弃婴收容所 这个婴儿 就是格雷诺耶 他出生的第一天 便将自己的母亲 送上了断头台 人们常说 母爱像大海那样深 像山峰那样高 可惜这一切 并没有发生在 格雷诺耶母亲的身上 这个女人 就像是世界的异类 而格雷诺耶 正是她的克星 然而格雷诺耶 从出生以来 在短短几个星期里 便已连换了三个乳母 原因是 她一个人可以 吸水两个人的奶水 她总是把乳母 供养其他婴儿的奶水 全部吸光 也婴儿剥夺了 乳母维持生活的手段 所以 没有任何一个乳母 愿意收养她 无奈之下 警察只好 把她交给了修道院 让她在那里 接受洗礼 然后由修道院出钱 请人喂养她 格雷诺耶 的身上 没有一点气味 不论是儿童应有的气味 还是人应有的气味 都不存在在她的身上 负责管理修道院 慈善基金的 太理埃长老 尝试着去闻出 格雷诺耶的气味 但无论她怎么嗅 都无法在格雷诺耶身上 闻到一丝婴儿的奶味 汗味或其他任何味道 这让她感到非常恐怖 格雷诺耶的眼睛上 还包着一层粘稠的面纱 还没有清晰的视力 但当她从熟睡中醒来 她不是先睁开眼 而是先鼓起 她那小小的鼻翼 发出令人害怕的 具有犀利的气流 给人感觉 她是在用鼻孔来看人 并且似乎比别人用眼睛 看得更为透彻 太理埃长老觉得 格雷诺耶就像是一只 怀着敌意的动物 这让她感到厌恶 她想尽快把这个东西弄走 于是 她将格雷诺耶 送到了加拉尔夫人的 育婴所里 加拉尔夫人 虽然不到三十岁 但她的外表看上去 相当于实际年龄的两倍多 在她儿童时期 她的父亲有一次把火通条 打在了她的鼻根上方 从那以后 她便失去了嗅觉 所以她的御婴所 对小格雷诺耶来说 是一个天赐的福利 在别处 她并不一定能活下来 但在这个没有嗅觉的女人这里 她得到了茁壮的成长 格雷诺耶的抵抗力非常顽强 在她童年期间 她出过麻疹 害过瘧疾 出过水痘 也得过祸乱 还曾落到六米深的井里等等 虽然这些给她留下了伤疤 村裂和窗家 也使她的一只脚有点畸形 但她最终都活了下来 同在御婴所里的其他孩子 因为嗅不出格雷诺耶的气味 所以他们怕她 厌恶她 几个年龄较大的孩子 曾联合起来把破烂衣服 被子和草堆 盖在格雷诺耶的脸上 想闷死她 但最终都没有得逞 格雷诺耶不好斗 不阴险 也不对别人的行为 进行报复和挑衅 她就像支扁尸一样 让自己沉默地活着 沉默是人生的一种态度 埃尔温·斯特里玛曾说过 谁有生活理想和实现她的计划 谁便善于沉默 谁没有这些 谁便只好夸夸其谈 被人视为怪物的格雷诺耶 正是因为有着她心中的理想 所以她对人生的种种保持了沉默 在加拉尔夫人的御婴所里 格雷诺耶收集了许多嗅觉方面的概念 她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对于那些表示伦理道德 与抽象概念的词 她学起来往往比较困难 会常常记不住或是混淆 但对于那些能用嗅觉嗅出气味的名词 她则可以快速且准确地记住 比如木头这个词 格雷诺耶会让自己闭上双眼 静坐在木柴堆上 然后她嗅着木头的香气 使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浸透在这香气之中 仿佛她自己就是一个木头 就这样过一段时间后 她的嘴里开始慢慢地吐出木头这个词 然后不停地重复着木头 木头 直到她记住这种气味为止 这样当她下次闻到同样的气味时 就能准确地说出木头这个名词了 除此以外 格雷诺耶还能凭嗅觉 准确地区分出 橡木 松木 鱼木 旧木头 新木头 烂木头等等 那些别人用眼睛都难以区别的 她用嗅觉 则能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来 她那神奇的鼻子 还能秀出加拉尔夫人 每天早晨给她们喝的牛奶 是来自哪头牛的奶 以及这头牛吃了什么饲料 留了多少乳酯 在牛奶里等 福尔泰说 天赋的力量 大于教育的力量 格雷诺耶正好印证了这句话 当她六岁时 她已可以通过嗅觉 完全掌握她周围的一切了 加拉尔夫人家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块石头 每一个木栅等等 她都能准确地识别出来 不仅如此 她还能通过想象 掌握气味间的重新组合技术 然后创造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气味 可以说 格雷诺耶在气味这方面的天赋 可以和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神童相比拟 但是好景不长 在格雷诺耶八岁时 修道院停止了 对格雷诺耶抚养费的支付 于是 一个星期后 加拉尔夫人便将格雷诺耶 卖给了质格匠 格里玛 格里玛需要的是廉价的劳动力 所以 格雷诺耶在这里的工作 就是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 然后混合有毒的柔剂和染浆 提炼出腐蚀性极强的植物柔料 这项工作对人体有生命的危险 一般质格匠 都会找一些游民 或没有监护人的儿童 来干这项工作 因为一旦这些人出了问题 是不会有人来过问的 那么 格雷诺耶的命运会如何呢 我们知道格雷诺耶 出生在宰鱼台下 被母亲丢弃在了 鱼肚长堆的垃圾堆里 她天生无畏 却生命力顽强 无论是麻疹 利己 水痘 还是祸乱 都带不走她的生命 她像只贬尸一样 沉默地活着 而在格雷诺耶八岁时 修道院停止了 对她抚养费的支付 因此 运营所的加拉尔夫人 用食物法郎 将格雷诺耶 卖给了智格匠格里玛 然而 这却是一份致命的工作 大猫 格雷诺耶的命运会如何呢 当格雷诺耶第一次见到格里玛时 她便从对方的呼吸中知道 只要自己稍有一点反抗情绪 那么 这个人就会完全置她于死地 她生命的价值 在格里玛这里 只等于她所能做的劳动力 而她的这条命 也取决于格里玛对她的利用 所以 格雷诺耶凡事顺从 从不做出反抗的尝试 只要天一亮 她就主动开始干活 一直到天黑为止 她每天从瘦皮上 刮去散发着恶臭的肉 把瘦皮用水浸透后刮毛 用石灰浆喷洒 腐蚀 揉透后抹上揉料浆 接着披木头 玻璃树和紫山皮 然后下到呛人 且烟雾弥漫的柔料坑里 按着伙计的吩咐 把瘦皮和树皮 一张张叠起来 撒上压碎的五被子 用紫山树枝和泥土 把瘦皮盖上 几年后 她再到坑里 把已经制成的皮革取出 就这样 日复一日 格雷诺耶把自己顽强 和执着的全部能量 藏在了她的内心深处 像牲畜一样工作着 而她的高效率工作 使她在四年后 也就是格雷诺耶 十二岁时 获得了格里玛奖给她的 一周半天的自由支配时间 第二年又增加了 每个工作日 下班后一小时的自由时间 这无疑让格雷诺耶 多了一份自由 而这份自由 也促使她执着地去狩猎 巴黎市内的气味了 巴黎是个人口稠密的城市 五六层高的楼房 临次致比 地面上的空气 弥漫着人和动物的气味 各种食物 疾病 水 石头 灰 皮革 肥皂 酒精 油脂等 混杂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粥 灌满了各条小巷的沟壑 然而住在那里的人 却嗅不出这个特殊的气味 因为这种粥味 就是从它们身上产生的 同时 也是它们呼吸 并赖以生存的空气 但格雷诺耶嗅到了 它不仅嗅到了 这混合气味的整体 而且 它还把这气味 分解成了最细小 和最遥远的部分 与分子 它闭着双眼 半张着嘴 鼓起鼻孔 全神贯注地 嗅着这像粥一样浓的气味 它不停地把它们吸进肚子里 保存起来 然后跑到气味比较稀薄 且比较通风的地方 把自己通风混合起来 让自己慢慢地舒展开来 犹如香水的挥发 它对这个城市的观察 就是通过秀来完成的 并且精准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而随着它对气味的追逐 它在不知不觉中 来到了索邦地区 和圣日尔曼市郊的富人区 在那里 它第一次 闻到了香水的味道 有人说 香水 是被自己出卖的气味 而对于格雷诺耶来说 香水是让它寻找气味 获得与人平等的 唯一魔法之水 格雷诺耶想把这世界 所提供的气味 全部占为己有 所以 当他陶醉在香水的气味中时 他也识别出了 构成这些香水的香精 有哪些 以及 哪些是优良的 哪些是粗劣 掺杂的 因此 只要它有同样的 基本原料 它便可以制作出 完全不同 且优于所有香味的香水 1753年9月1日 是国王即位的 周年纪念日 于是 巴黎市在国王桥附近那里 燃放烟花 为国王庆祝 那天晚上 格雷诺耶默默地 助力在塞纳河右岸 植物亭的阴影里 他想在这欢乐的庆祝里 寻找一些新的气味 但是除了硫磺 油和消失混合起来的 单调气味外 便没有其他了 这让他感到了失望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时 一阵微风夹带着一丝 几乎察觉不到的香味 朝他吹来 这是一种 他从未闻过的气味 他闭上眼睛 鼓起鼻孔 贪婪地嗅吸着 他预感 这种香味 是让他了解其他 所有香味奥秘的一把钥匙 所以 他必须要占有这个香味 去了解其最微小的细节 否则 他的生活 就没有了意义 但是这丝香味非常细腻 并且时不时地 被爆竹的火药烟雾所掩盖 这让格雷诺耶感到非常痛苦 他离开植物亭 挤到人群中 追寻着那一小厮 来自河对岸东南方某处的香味而去 跟着气味 沿着塞纳河边走着 他进入了一幢房子的后院 那里的气味非常纯净 这间院子里 一个十三四岁左右的红发少女 穿着一条无袖灰色连衣裙 坐在一张桌子旁 手上正在做着切除李子梗的工作 看到这一切 闻着那纯净的香味 格雷诺耶立刻明白了 他在半里多外和对岸闻到的香味 其根源就是这个少女的体香 而此时 他想占有这个香味的欲望 已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于是 他缓缓地朝少女走去 在其背后一步远的地方停住 从少女头顶上俯下身 毫不掺杂地吸入香味 他让这香味像一阵和风 流入自己的体内 使他感到了舒适 因为格雷诺耶的无色无味 起初少女并没有发现他 只是感到了丝丝的凉意 伴随着一种不安的感觉 于是 他放下手里的水果刀转过身 当他看到身后的格雷诺耶时 他吓得僵直了身体 而格雷诺耶 则将双手放在了少女的脖子上 紧紧地掐住 然后闭起双眼 用力地吸着 直到少女断气 但格雷诺耶仍没有吸够这个香味 于是他撕开了少女的连衣裙 把脸贴到他的皮肤上 鼻孔骨得大大的 继续用力地 嗅着少女身上的每一丝香味 直到嗅干为止 然后他起身离开 国王的庆祝盛会结束后 人们才发现了死亡的少女 而那时 格雷诺耶早已回到了智格匠那里 当天夜里 格雷诺耶居住的棚屋里 充满了他带回来的少女香味 使他沉浸在幸福中不能入眠 他那出色的鼻子和不寻常的记忆力 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香味世界里的天才 也因此 他找到了自己今后的人生方向 就是要成为这个时代 伟大的芳香制造者 因为有了梦想 便有了求索 所以在他心中 蕴藏的潜能被激发了 赛纳河上有一座交易桥 桥的两侧是一幢紧挨着一幢的四层楼房 巴黎市内的12个香水制造者 就集中在河的左右两岸 而巴尔迪尼的香水店 则恰好在交易桥上 在三四十年以前 巴尔迪尼凭借南方玫瑰 和巴尔迪尼奇香两款香水 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香水生产者 但如今 他老了 他不再了解时代的风气 也不知道现在人们心的审美观 所以 如今他的香水店 已没有了客人光顾 他的商店即将破产倒闭 一天傍晚 办公室里的巴尔迪尼 正在研究着如今风靡一时的香水 阿摩尔与普旭卡 他多么希望 自己也可以配置出同样的香水来 可惜 他做不到 那是夺取他生意的对手生产的 正是在那时 格雷诺耶来了 他按响了店里庸人入口处的门铃 给巴尔迪尼送来了前几天预定的一批山羊皮 而当格雷诺耶随着巴尔迪尼走进香水店时 他感觉到自己属于这儿 他要留在这儿 并且当场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从这儿彻底改造世界 那么 格雷诺耶的想法会实现吗 我们知道格雷诺耶 挨过了在智格匠的那段高危工作 获得了每天下班后一小时 和每周半天的自由时间 而他 把这些时间全部用于了狩猎巴尼市内的气味 在国王的庆生会期间 他收获了一个 可以让他了解其他所有香味奥秘的少女香 也因此 让他找到了自己今后的人生方向 就是要成为这个时代伟大的芳香制造者 但其代价却是少女被他杀害了 而当格雷诺耶因为一次偶然的送羊皮机会 而来到香水制造商巴尔迪尼的香水店时 他发现自己找到了他的归属地 因此他决定待在巴尔迪尼的香水店 他要从这里开始改造世界 那么 他的想法能实现吗 格雷诺耶告诉巴尔迪尼 他想在香水店里为巴尔迪尼工作 他希望巴尔迪尼能同意他的要求 并告诉巴尔迪尼 自己可以配置出风靡全室的阿摩尔与普须卡香水 甚至他还可以配出比他更好的 为了能让巴尔迪尼相信自己 格雷诺耶提出给他五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给巴尔迪尼现场配置出 阿摩尔与普须卡香水 可是当巴尔迪尼询问格雷诺耶 关于香水配置的分子室时 格雷诺耶的回答却是根本没有分子室 因为他是靠自己的鼻子配置的 他的鼻子很灵 这让巴尔迪尼感到荒唐 但最后因为对拥有 阿摩尔与普须卡香水配方的欲望 巴尔迪尼还是决定了 给格雷诺耶五分钟 于是他把格雷诺耶 带到了香水制作桌旁 当他忙着点燃制作桌上的竹台时 格雷诺耶已经依靠鼻子的嗅觉 悄悄走到制作桌一侧的黑暗处 从那里的货架上取下了他需要用到的小瓶子 一共九个瓶子 分别装有橙花精油 甜柠檬油 丁香油 玫瑰油 茉莉花精 香柠檬精 摄香丁 迷迭香精 和苏和香纸 然后迅速将它们摆好在桌子上 当巴尔迪尼点好竹台说 开始吧 格雷诺耶便毫无选择般的 摆弄着那一排装着香精的瓶子 只见他把玻璃瓶的塞子拔出后 拿到鼻子下闻一秒钟 然后从这个瓶子倒出 再在那个瓶子里滴一些等等 而那些滴管 试管 凉杯 小池和搅棒等香水专家 在配置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仪器 他却一次也没有动过 他就像小孩那样 在那拍拍悄悄地玩耍 看着这一切的巴尔迪尼 完全沉浸在了自己内心的厌恶与后悔中 以至于当格雷诺耶 突然把所有的瓶子塞了起来 从配置瓶里抽出漏斗 用一只手抓住瓶颈 然后左手掌封住瓶口并猛烈摇动时 他竟然没有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而是发出了愤怒和恐怖的叫喊 住手 够了 马上停 你的粗鲁行为告诉我 你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半吊子 你是个小坏蛋 以后别再来了 当他还想再继续说些什么时 他的周围已经弥漫着 阿摩尔与普序喀的香味了 这香味便是最好的说服力 巴尔迪尼沉默了下来 他拿起配置瓶喃喃自语道 真叫人难以相信 仿制得这样精准 恐怕连阿摩尔与普序喀香水的配置者本人 都难以区别 第二天 巴尔迪尼便到格里马那里 付清了山羊皮革的钱 然后从他那里 把格雷诺耶赎了过来 格雷诺耶用他的实力 向巴尔迪尼争取来了机会 格雷诺耶到达巴尔迪尼香水店的第一天 他便调制出了纳布勒斯汁叶香水 一日就卖出了八十多瓶 之后这香水还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 使得巴尔迪尼店里的老伙计 谢尼哀数钱数到腰酸背腾 而巴尔迪尼的香水店 也因为格雷诺耶的加入 逐渐上升为了 具有民族乃至欧洲声望的香水店 格雷诺耶的双手就像会变魔法一样 可以调制出每一款都不重复的香水 而且都是优质品 并非低劣或一般化的产品 但唯独就是不能提供配方 因此巴尔迪尼便要求格雷诺耶 在配置混合物时 必须使用天平、凉杯和滴管 即使这对于格雷诺耶来说 没有这个必要 但巴尔迪尼仍然要求他养成习惯 像个工艺人一样地进行操作 只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将他配置的香水 转换成巴尔迪尼所熟悉的分子饰 同样 格雷诺耶也从巴尔迪尼迫使他 采取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中 学会了如何写分子饰 以及如何将别人的分子饰和说明 转变成为香水和香料制品 除此以外 他还获得了伙计的身份 以及制作、隔离、浓缩和保存香水等工艺方法 我国古代圣人孔子曾教导我们 在别人的言行举止中 找到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学习 格雷诺耶和巴尔迪尼 便是很好地演绎了这个圣言 只是 红发少女的那一抹香 始终无法让格雷诺耶忘却 他在香水店研制香水的期间 总是在思考着 如何才能制造出那种香味 他向巴尔迪尼学习了 提取香味的压榨法和蒸馏法 并尝试了 对各种东西提取香味 但最终都无法从中 即取出一滴在他脑海中经常浮现的香味 当他明白自己失败后 他便生了一场大病 他全身上下长满了无数个红色的小水泡 其中一些破裂后便流出水状的浓 然后又重新账满 并且伴着高烧布止 经医生确诊 是霉毒性泡窗和晚期化浓性麻疹 这无疑给巴尔迪尼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如今 他的香水不仅让整个法国为之倾倒 外国宫廷也不断地向他下订单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 他设想出了一套专为上流社会的小众顾客 设计个人香水的销售模式 可如今 随着格雷诺耶的病危 他的宏伟计划 在即将接近目的时成为了泡影 这让他悲叹自己的命运 同时也弃得要命 不久后 格雷诺耶再被医生告知病危 巴尔迪尼做出了千方百计救人的决定 只是 他的动机并不是真正关心格雷诺耶 而是格雷诺耶脑袋里 那些无尽的香水配置分子式 所以 他整天带着纸和墨水 守在格雷诺耶的床边 希望可以将随时听到的分子式记录下来 但格雷诺耶只是默不作声地躺在那里 唯一说的一句话是 请您告诉我 为了取得一个物体的香味 除了压榨和蒸馏外 还有别的方法吗 巴尔迪尼告诉他 除了上述两种方法 还有另外三种 分别是热体曲法 冷体曲法和油体曲法 这三种方法 可以让人们得到一切芳香中 最美的芳香 但这三种方法 目前只在南方的格拉斯市出现 听着巴尔迪尼的答案 格雷诺耶闭起眼睛 他就像是熟睡了般 渐渐地 奇迹发生了 他皮肤上的泡疹 开始枯萎 浓口开始收干 不到一个星期 他的病体 竟然完全康复了 执着 是一种信念 一种热情 更是一种精神追求 病育后的格雷诺耶 想到南方 去学习巴尔迪尼说的新技术 但在这之前 他需要先拿到一张正规的 有意图学习合同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继续去学习新技术 而为此 他付出了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里 巴尔迪尼依靠格雷诺耶 实现了他雄心勃勃的梦想 在宫廷打开了个人定制的高级香水销路 并获得了王室的特权 他的精致香料 远消欧洲各国 他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香水专家 和巴黎最富有的市民之一 在格雷诺耶 在格雷诺耶离开之时 巴尔迪尼给了他一支旅行包 里面装着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一条大香肠 一条粗毛毯 和二十五发廊 这也是格雷诺耶 多年来的工作报酬 同时 巴尔迪尼还让他签了一份协议 上面约定 他不能私自制造巴尔迪尼 这里生产的一切香水 其次 他必须离开巴黎 并在巴尔迪尼有生之年 不得回来 这些条件 格雷诺耶全部接受了 于是 他得到了巴尔迪尼 发给他的一张 有意图学习的施满证书后 出发了 那么 格雷诺耶会顺利到达 南方的格拉斯市吗 我们知道格雷诺耶 去了巴尔迪尼的香水 在那里 他学会了如何写香水分子试 以及制作 隔离 浓缩和保存香水等工艺方法 而他带给巴尔迪尼的 则是巨大的财富 使他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香水专家 以及 巴黎最富有的市民之一 但格雷诺耶的心中 始终望不了那抹少女的香味 他试着用压榨和蒸馏的方法来提取香味 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 当他得知在南方的格拉斯市 还有另外三种方法可以提取时 他便决定 出发去那里学习技术 那么 他能成功吗 五月的一天清晨 格雷诺耶背着包出发了 当巴尔迪尼目送他离开时 他的心里感到特别地轻松 因为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格雷诺耶 他让格雷诺耶在自己的香水店里工作 与自己同住在一幢房子里 无非是想把香水的分子室 从格雷诺耶身上挤出来 而如今 他已经在他的小本子上 记录了六百多个分子室 这些分子室 足够让他的财富 在未来有保障了 只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 在罪恶中有勇的人 必将在悲哀中沉默 在格雷诺耶离开的那天下午 街上传来了 英国对法国宣战了的消息 而巴尔迪尼恰好在这几天 有一批香水要发到伦敦去 所以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 立刻去了他的香水制作工厂 撤回发往伦敦的货 为了补偿英国这笔生意的损失 他决定生产一种名为 魁北克的魔术的香水 投放市场 这是一个代表英雄的香水 他相信这款香水 一定会取得成功 当天晚上 他将记者分子室的小本本 压在枕头下 心里乐滋滋地想着 他的新香水 渐渐沉入了梦乡 只是 他再也没有醒来 因为这天夜里 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灾难 巴黎交易桥上的 第三和第四桥墩之间 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坍塌 造成两幢房子 踏入了河里 但因发生的突然 屋里的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援 只是 幸好房子里只有两人 而那两人 便是巴尔迪尼和他的妻子 泰雷萨 但事后 人们在水里 什么也没有找到 两具尸体 钱柜 记录六百个分子室的小本本 一个都没有找到 这个欧洲最大的香水专家 巴尔迪尼 留下的唯一东西 就是由麦香 桂皮 醋 薰衣草 和一千种别的香料 混合在一起的香味 在塞纳河上空 飘了数星期之久 曾经 志格将格里玛 用十五法郎 买进了格雷诺耶 并在格雷诺耶 任劳任怨地 为他工作几年后 再用二十利弗尔的价格 将他转卖给了巴尔迪尼 所以 他深信 自己做了一笔 有生以来最好的生意 因此 那天上午 格里玛去了 银塔酒店 喝酒庆祝 将近中午时分 他又换到了 河对岸的 京师酒店 喝酒 并在那儿 喝到了 鸣鼎大醉 晚上时分 醒来后的格里玛 又想回到 银塔酒店 去继续喝时 却在过桥时 勿将码头 当成了桥身 因此 他在码头前 头朝前 纵身啪的一声 掉进了河里 他感觉 自己仿佛是 跳到了一张柔软的 床铺上一样 只是当场 他便淹死了 同样 多年前的加拉尔夫人 因为修道院 停止了对 格雷诺耶 抚养费的支付 他便以十五法郎的价格 将它转卖给了 智格匠格里玛 那时的他 认为自己做的 合情合理 大仁大义 丝毫也没有料到 自己会在多年后 接受厄运的惩罚 虽然加拉尔夫人 活到了近九十岁 但他多年来 用孩子抚养费 积攒的养老金 却在最后 因为养老金发放人 被迫流亡 没收财产后 成为了泡影 因此 在晚年期间 失去劳动力的他 只能靠变卖育婴所 来养活自己 并为自己支付 慢性肿瘤病的治疗费 他曾经理想着 让自己死后 葬身于独立的 墓穴之中 但是慢性肿瘤病 饿住了他的喉咙 使他吃不下食物 也发不出声音 因此 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是在医院垂危病人的 大厅里读过的 他与另外五个老妇女一起 紧挨着身体死去 尸体被扔进了 外人墓穴里 人性在善良丧尸时 贪婪的抱负 便随之而来 无论是格里玛 加拉尔夫人 还是巴尔迪尼 他们在丧失了 对善良的信念时 也丧失了 理解生活的意义 格雷诺耶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也没有得到过 任何人的人生指导 他对世界的认识 都是凭借自己的嗅觉 与付出换来的 所以 当远离巴黎后的 格雷诺耶 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闻到那清新又稀薄的空气时 他才明白 巴黎的气味 是由人堆积起来的 因为那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人生活 每一块石头 每一小块土地 都散发着人的气味 犹如雷诺雨 闷热的空气一样 压抑了他十八年 第三天 他进入奥尔良的周边地域 而当他察觉到 空气中人的气味 变得越来越浓时 他便感到了窒息 于是他决定 违反他原来的意图 避开奥尔良 避开城市 避开村庄 他完全陶醉在 那稀薄又清新的空气中 几个星期后 他又觉得 与偏僻路上的 少数牧羊人 和羊群相遇 也是累赘 他并非不喜欢羊群 而是不喜欢 牧羊人身上的气味 为了避开牧羊人的气味 他走进田野里 然后绕好几里弯路 而他去格拉斯市的计划 也在自由呼吸中 渐渐在淡漠了 这时的格雷诺耶 心中只想着远远地离开人群 而不再是去某一个地方了 他就这样 按照自己鼻子的指向 朝南走着 他白天躲进矮树林中 在人际罕见的灌木丛中睡觉 当黑夜 以人们信以为真的危险 把他们从原野区走时 格雷诺耶从他的藏匿处爬出来 继续他的旅行 终于 他的鼻子把他引到了 整个王国的最远点 一个名叫 康塔尔山的两千米高的火山顶上 破晓时分 当他站立在山顶时 他用鼻子向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分别绣着 每一个方向上 都没有绣到一丝人的味道 周围只有岩石 第一和枯草的均匀气味 他开心地在山顶上欢呼着 并且决定在这山上住下去 格雷诺耶在山峰下的一道列谷里 找到了水 同时 在水的附近 发现了一条天然的坑道 大约三十多米长 他弯弯曲曲地通到山里面 坑道的尽头处非常狭窄 以至于 他只能弯着腰站立着或坐着 若是他身子蜷缩 还可以躺下睡觉 这里白天黑夜一样的黑暗 空气中含有盐分 且潮湿又凉爽 而且格雷诺耶的鼻子 闻到这里 没有其他生物来过 因此 他便占领这个地方 他小心地把粗毛毯 铺到地上 然后躺了上去 这一刻 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席卷了他的全身 他感到了幸福 之后的日子里 他一天二十多个小时 可以完全不动地坐 或躺着 只有在需要填水 大小便 或是为了猎祸蜥蜴 与蛇冲击时 他才会爬出洞 这个坑道尽头的小洞 成了格雷诺耶的王国 而他在这里一待 便是七年 如果不是一次灾难 将他从山道里 推了出来 他或许会在那儿 一直住到死亡为止 但是这次灾难 不是地震 也不是森林大火 更不是山崩 或坑道坍塌 而是格雷诺耶的一个梦 在梦中 他被雾气包围着 差点窒息 而醒来后的他 发现这无色无味的雾气 竟然是他自己的气味 这让他感到了害怕 因为他可以 嗅出世上所有的味道 却唯独不能嗅出自己的气味 于是 他迅速爬到了洞外 疯狂地找自己的气味 但是他的周围 除了石头 沙子 青苔 树枝等气味外 唯独没有任何人的气味存在 就连他睡觉的坑道 尽头 也是如此 似乎这七年里 他一直不存在过一般 这种恐惧 让他感到了窒息般的害怕 因此他决定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都要让自己摆脱这种恐惧 当天夜里 他便离开了康塔尔山 向南方走去 那么 格雷诺耶会找到属于他的气味吗 我们知道格雷诺耶 离开了香水店老板巴尔迪尼后 巴尔迪尼的命运 也随着他的房子 一起掉入了塞纳河里漂走了 除了塞纳河上空 飘着的混合香味 他什么都没有留下 巴尔迪尼和制格匠格里玛 以及御英所的加拉尔夫人一样 虽然他收留了格雷诺耶 但最终都因为丧失了善良之心 而获得了贪婪的惩罚 然而 离开巴黎的格雷诺耶 放弃了去格拉斯 选择了在离整个王国最远的 康塔尔火山山顶上居住 直到七年后 一次心理上的灾难 将他推下了火山 那么 他能得到解救吗 在洞穴生活了七年的格雷诺耶 头发一直垂到了膝盖处 稀疏的胡须也一直挂到了肚脐上方 他的指甲像鸟的爪子一样又弯又长 身上的衣服已经烂成了无法遮掩身体的布条 皮肤则一片片地脱落下来 当这样的他站立在山下皮埃尔福市的大街上时 引起了城里市民们的轰动 大家把他带到了市长跟前 但格雷诺耶出去了巴尔迪尼颁发给他的一张有意图学习的诗满证书 并且谎称自己是在旅游途中被强盗袭击后 关在了一个洞穴里长达七年 最后是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才得以逃离的 他给自己编造出来的故事赢得了市民的同情 也引起了当地一位叫埃斯皮纳斯侯爵的关注 这位侯爵一直在他的庄园里 从事着土壤与生物界关系的研究 所以他便将格雷诺耶收进了他的实验室 准备对其进行换气修复 此时的格雷诺耶外表有着岩鼠的特征 他25岁的身体已显然是一副老人般的衰退现象 埃斯皮纳斯侯爵认为 土壤本身会排出一种有害的致命气体 而格雷诺耶在洞穴关了七年 他的身体已完全被土壤的有害气体侵害 所以他决定用他的科学实验帮助格雷诺耶 将他身上的有害气体全部换出 而他的实验操作非常简单 就是给格雷诺耶进行五天的洗澡 换衣 修剪指甲 吃营养食品 住通风的高级房间 五天后 当他将穿着精致衣服 撒着香水的格雷诺耶 展示在学者们的面前时 获得了他们的热烈掌声 埃斯皮纳斯侯爵大张旗鼓的虚张声势 只是为了装点他那卑微的思想 但却让格雷诺耶明白 使他成为正常人的 并非是所谓的换气装置和营养食品 而是他身上的几件精致衣服和香水 于是他告诉侯爵 自己是香水制作专家 并且有着符合这个职业的敏感鼻子 而在侯爵给他使用的香水中 含着来自土壤的致命气体 他向侯爵申请 让自己为其制作一款独特且高贵的香水 在虚似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虚似地活着 为了掩盖那丑陋的面容 他们便学会了狡猾 格雷诺耶的这个深情 其实是为了给他自己 调制出一种具有人气味的香水 他想让自己拥有人的气味 在侯爵专供的香水坊那里 格雷诺耶用猫屎 猪皮 肉豆蔻 臭蛋 醋 盐等 给自己调制出了一种 带有汗臭味的那种原始人的气味 而当他撒上这个属于他的气味 走上街时 他融入了人群 成功地与他们同呼吸 同欢笑 这让他感到满足的同时 也产生了想要设计一种 天使芳香的念头 他想让人们对他的香味入迷 以至爱他爱得发狂 艾斯皮纳斯侯爵 对格雷诺耶配置的香水 欣喜若狂 他决定 以此建立一个国际性的 活力气体共济会 宗旨是 完全除去致命的气体 然后用纯洁的活力气体来代替 他带着格雷诺耶到全国各地演讲 侯爵的名声传遍了全国各地 但是格雷诺耶最后偷偷离开了侯爵府 而艾斯皮纳斯侯爵 为了让自己获得世界上最纯洁 最新鲜的活力空气 他命人把自己抬到了2800米高的山峰上 在冰天雪地中 他脱去衣服后 开始了一个人往更高处攀登 从此 他消失在了雪山的风雪之中 离开侯爵府的格雷诺耶 终于来到了他的目的地 格拉斯 在他跨境这个城市的那一刻 他从风中 便闻到了他心中一直迷恋的那个香味 而当他追随香气来到源头时 发现那是格拉斯市第二一员 里希斯的庄园 发出香气的 正是他的红发女儿 洛尔 格雷诺耶站在庄园外 他知道洛尔的香味 就是他要找的香味 只是 此时的洛尔还是个孩子 没有开始发育 再过两年 他的香味就会成熟了 而他也决定 这次不再是像多年前的巴黎那样 只是把香味吸入体内 这次 他要完全占有这个香味 把这个香味 从洛尔身上 像剥皮一样 剥下来 转变成他自己的香味 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 完善他的手艺技能 以便准备好两年后 收获季节的到来 他去了一家香水小作坊 应聘伙计 在那里 他用一年的时间 专心学习了香味的分离 提取和保存的方法 第二年 他开始准备制作用来控制 这个香味的辅助剂 但是 需要用人来做辅料 人一旦把自私的幸福 当成人生中唯一的目标时 那么人生就变得没有了目标 从五月开始 格拉斯城里陆续出现了少女的赤裸尸体 他们都是被人用棍棒 击打后脑勺而毙命的 而头发 则全被凶手剪下来带走了 他们的共同特点 是他们都是处于开始发育成为妇女的人 并且都有着一头美丽的红发 整座城市陷入了恐慌中 人们怀疑外来的吉普赛和意大利的季节工人 怀疑犹太人 烧炭工人 乞丐等 但都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 因为谁也没有看到过凶手 就连死者的衣服和头发 也始终没有被发现 到九月底 格拉斯城已离奇死亡了二十四名少女 但之后却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只是这突然的平静 让里希斯感到了不安 洛尔是他唯一的女儿 也是他最珍贵的财富 子凶案发生以来 他心里总是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因此 新年过后 他决定带着女儿逃离格拉斯 只是他没有想到 凶手是一个有着奇异鼻子的香味痴迷者 如果他将洛尔留在城堡 增加看守 或许洛尔的命可以活得稍长一点 但是当他自以为聪明地 用声东击西的方式选择逃离时 终究还是在途中的酒窖里 葬送了洛尔的性命 用24个红发女孩的香味作为辅助剂 以洛尔的香味为核心 格雷诺耶终于配置成了他想要的香水 但也因此暴露了他凶手的身份 因此 他被抓了起来 警察在他居住的小屋的地下 挖出了洛尔及其他24个少女的衣服和头发 法院宣判 将他钉死在城门前林英大道上的十字架上 行刑那天 林英大道两边聚集了上万名的男女老少 当囚车载着格雷诺耶进入林英大道时 他给自己身上撒了一滴他调制的辛香水 于是 一阵橙花的香味散发了开来 然后 奇迹发生了 街上的数万名观众 从法院院长到满街游荡的青年人 从侯爵到小小的习主妇 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 格雷诺耶不可能是杀人犯 李希斯参议员也哭着 祈求格雷诺耶能够做自己的儿子 香味颠覆了所有人 格雷诺耶的嘴角挂着嘲弄式的冷笑 他用世上最高级的香水 给自己制作了一张假面具 只是 假面具下的他 没有面庞 没有气味 于是在人们清醒之前 他离开了林英大道 回到了出生地 圣英公墓 那里的渔滩 依旧散发着变质的臭味 每当午夜 当地所有的流氓 盗贼 杀人犯 都会陆续来这儿活跃 就在那一刻 格雷诺耶将小瓶里的香水 全部洒向了自己 一瞬间 周围的人 都被这个天使般的人吸引住了 他们把格雷诺耶包围成圈 撕下他的衣服 剥去他的皮 拔光他的头发 像猎狗一样 咬着他的肉 半小时后 格雷诺耶从地面上彻底消失了 没有留下一根头发 我们一起读完了 帕·居斯金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香水》 在这部小说里 作者通过荒诞主义的后现代手法 表达了对于伦理善恶和原罪观点的批判 也向我们证明了 人生而荒谬的物种 是不存在的 格雷诺耶出生在世界上最臭的地方 且自身没有任何气味 他的成长历程中 没有温暖人的灵魂 他的一生是寂寞 孤独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他依靠自己的特意嗅觉 拼命劳动以求生存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他的特异功能 只能为资本家所利用 所以 他并未发财致富 敛财致富的 始终是那些资本家 作者将他的人生经历 如同电影镜头般 逼真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使我们感受到 他像只贬食那样易于满足 且又安静地停在树上 靠着他在几年前 所获得的一小滴血 而维持着生活 格雷诺耶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却生活在了人类的道德体系之外 他谋杀了26名少女 萃取了他们的香味 制成了迷人的香水 供自己使用 而当他在世人面前 通过香水以上帝的身份出现时 他的内心却是嘲讽与憎恨的 他厌恶人类的味道 却又因为没有这种味道而苦恼 人们对他的忽视 让他产生了对人类的憎恨 而这一切都在那一刻 让他感到了满足 但同时又让他感到了恶心 他一直希望着自己是人群中的一个 希望着自己能与别人一样 但即使他配成了奇异香水 他依然嗅不到自己的气味 也因此 他永远都无法真正融入到人群中 所以他重新回到了出生地 在那里 他放弃了内心的想法 也放弃了他的憎恨 让自己消失在世界的香水中 我们不能说 格雷诺耶的思想 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社会的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他也学会思考 学习 最后还懂得了伪装 从故事的表面看 是那些利用格雷诺耶的人 得到了名望和金钱 但实际上 作者表述的第二层意思 是格雷诺耶利用那些人 得到了香水的制作方法 和实验条件 而两者的区别 只在于视角的不同 格雷诺耶的悲哀 在于他发现了自己的才能 却最终因此而失去了自己 他的逆反 是因为渴望融入当时的主流 以及被人们接受 他的坚持是为了理想而秉持的固执 他的激进是出于本性的直觉 而他的一生却让我们懂得 人性需要在被理解后 才能考虑宽容 香水是一部揭露人性 充满了人生哲理的小说 故事的背景 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汹涌的前十年 到拿破仑征服欧洲的前夕 反映的是当时时代变迁下的普通人 企图改变命运 却最终造成了泯灭众生的悲惨结局 居思金德并非法国人 但他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巴黎的各种气味 却了如指掌 他通过嗅觉 构建并描绘了一幅巴黎的众生像 他塑造的小说主人公格雷诺耶 不仅可以分辨那里所有气味的人 还可以凭他对每一种气味的了解 配置出盛世的芬芳 让所有人都败倒在他的香水之下 小说对格雷诺耶的形象塑造十分精彩 他虽然是个杀人犯 却又让人对他抱有模棱两可的道德观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 他就被人抛来抛去 但他总是坚韧 知足 又不引人注目地活着 他远离城市 远离人类的气味 寻找孤独 但最终为了生存 他又只能给自己涂上人的气味 即使如此 似乎我们也仍然无法用邪恶来形容他 因为他并不是为了名利和钱财 他只是想要赢得别人的爱 但是 要将人们从一种生活变到另一种生活 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而将社会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 更是困难重重 回顾历史上的所有朝代更迭 无不伴随着血腥 所以 格雷诺耶的改变之路 也充满了杀戮与血腥 我们也许会恨他的残忍 恨他的无情 也或许会在不经意间 对他产生一丝的同情和怜悯 原本一个无辜的婴儿 最终却变成了一个对香味偏执疯狂的人 而这一切 该是归咎于他自己 还是该归咎于他所处的环境呢 事实上 格雷诺耶用少女的性命调制而成的香水 其实只是他身上的一个气息 但是疯狂的人们在吸入后 却因此而散发出了 有别于那个年代的爱和欲望 使得香水产生了魔幻的效应 但是格雷诺耶的成功 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 反之 这些为他痴狂的大众面旁 让他厌恶起了自己的香水假面具 舒本华曾说 天才皆与悲剧为灵 所以格雷诺耶回到巴黎后 他让自己被一群下层人撕成了碎片 这是他的选择 也是他对自己的救赎 这是一部一气呵成的小说 他精致巧妙且又娓娓道来的叙述 给人一种盛大的超脱质感 但字里行间却又透着 生而为人的痛苦 小说的封面上 有这么一句话 使你在怦然心动的同时 感受到一种 更为凝重的东西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 在读这本小说时 只感受到了心动 却未曾去探究那份凝重 怦然心动 是指小说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 因为这是一本 需要用笔字去读的小说 而香水 则象征着权力 金钱 情色 和其他任何东西 当人们在嗅到它时 便已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他们拼命追逐 最终在利诱下 丧失了他们最初的道德准则 和价值观念 所有的不择手段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欲望 格雷诺耶把自己封闭在 狭隘的个人世界里 沉溺在嗅觉欲望的泥潭中 无法自拔 他追求香水 是想要唤起人们心中的 爱之感受 只是 这终究要以谋杀他者为代价 在这个过程中 目的成为了他的手段 而其理性 却出现了颠倒错位 最终 使他做出了残害一己的行为 除此以外 据斯金德还间接描述了 围绕在格雷诺耶周围 各式各样人物的各种罪恶 加拉尔夫人没有爱 却需要钱 为了钱 他兢兢业业的工作着 唯一的目的是不想让自己 和许多穷困潦倒的人死在一起 巴尔迪尼是个典型的资本家 他迎合贵族 用尽心机 吝啬且竭尽所能地压榨学徒 他的目标并非制造异乡 而是为了赚取更多的生育和金钱 埃斯皮纳斯侯爵 就像个精通骗术的骗子一样 宣扬着他的伪科学 即使是少女洛尔的父亲 格拉斯市第二参议员李希斯 也难以掩饰他心中的野心 他一边把女儿视作自己最珍贵的财富 一边又用女儿的婚姻 来换取家族的声望和地位 这些存在于他们心底的欲望 以及他们丑陋的嘴脸 都被居思经德 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生活中的我们 每个人都是一个条相失 都可以调制出 属于自己的多种不同人生 但是 只有一种人生才是正确且幸福的人生 关键在于我们的选择 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环游世界是一种生活 柴米油盐也是一种生活 两者之间并没有哪一种生活 比另一种生活更高贵 有的只是哪一种生活 更能让你得到心灵的满足和快乐 所以 人生无需繁华 用笑脸去面对现实 用微笑去对待生活 不必羡慕别人的锦绣生活 也不必羡慕他人的多姿人生 因为我就是我 不可复制 且独一无二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 有关键 有关键